哈喽,亲爱的关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我是芷瑜,今天我们继续来玩中国式家长 那我的女儿啊,已经是上初中了,已经上中学了,13岁,现在已经变成了大姑娘了 现在出现了父母心的期望,年终思想总结,这什么东西啊 当然主任说,老道理老远就听到你们在大声音喧哗了,能不能有点自觉性啊 同学A,你也自觉点啊,天天少落的这些 这个同学A,他说的是老师啊,小声嘀咕着 就你会接老师的话是吧,要不然你上来说,来,明天叫你这样来一趟 哈哈哈哈,可以的,哎呀,年终思想总结,我这边好像已经直接可以完成了 哦,可以的,不错,嗯,然后这边有一个事件啊 这边事件是一个爱情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叫什么,朱什么名啊,朱玉明吗 朱玉明说,前几天拿到带金券了啊 你喜欢就送给你了,下次我们一起去 嗯,这小伙子想追我家女儿啊 朱玉明啊,他是用手机消息呢,把这段话发到我女儿的手机上的 但是呢,我女儿现在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偷偷拿着我的女儿 我看到了这则消息 从现在开始,我这个当爸爸的 假装成自己是这一个女儿 我要跟这个男的聊天 哎呀,既然这个朱玉明的小子想追我女儿啊 他送了我们家一个带金券 这个带金券,什么带金券啊 感觉好像是个好男人啊 嗯,那我就说下好了,那我就说下了 哦,好感度增加 哦,我的天哪,难道说我女儿以后要嫁给他吗 重逢哦 聊天时你发现有几个同学和你是同一所幼儿园毕业的 找来照片一看,既然模样都没有太大变化 说到幼儿园呢 我在我中学的时候 遇到了两个幼儿园的同学 在和我同一个班级 我觉得这也是缘分啊 翩翩,这次作业我帮你收吧 哎,刘翩翩 我去怎么一时刘翩翩 哎,那好吧,谢谢你了 这下可以把作业本特特的和他放在一块了 谁,他是谁 我女儿早恋了吗 啊,谁啊,朱玉明吗 作为老爸 从现在开始我要当侦探了 我要探究这个他到底是谁 应该是朱玉明吗 我觉得应该是朱玉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社交啊 朱玉明我来看一下啊 存在感低 不太同学交流 但是对计算机很在行 但是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照片为什么是女的照片 哦,女装大佬 哈哈 朱玉明居然穿女装 哦,我的天啊 我以为这个里面这个人物是不是放错了 原来朱玉明是女装大佬啊 还有成什么,姜涵波 姜涵波高智商学霸 平时总是一副高冷的样子 好吧,好像都不太靠谱啊 这两个男的 哎呦,发育啊 你发现身体有些地方和以前不一样了 但是又羞于其耻 不好意思和父母说 你有相似的经历吗 没有 我可是个男的 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发育呢 校服DIY 看到有的女生在校服上画画 你也开始模仿 但是没掌握好比例 说到在校服上画画啊 我可是从来从来都没有画过 照镜子 照镜子的时候 你发现字里越来越好看 父母都开始吵架你臭美 怎么这个日常 下面没有显示 你有没有相似的经历啊 我觉得这个肯定要出现啊 如果说出现的话 我肯定会选择有 是吧 英语语法 我的天哪 在上面捧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看 给你点颜色看看 妈妈说 闺你啊 最近学生发现了什么事啦 没有啊 怎么突然这么问啊 你跟你那个男同桌远一点 小小年纪不学话 学生早恋 你又都看我日记了 我都收起来锁好了 你怎么还翻啊 我不看能知道你那点小心思吗 别整天那么多情绪 好好学习比什么都重要 我女儿同桌是谁啊 我不知道啊 朱玉明吗 学习成器了 我们来看一下 语文86 数学84 英语81 理科120 理科满风哦 文科满风哦 如果一直这样 那就上不了好大学了 上不了好大学 你就只能跟隔壁 李老三的女儿一样 在家啃老 大家看啊 我现在的零花钱呢 是52块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不要抽奖一下呢 400块 仅需40元 我们购买一下吧 购买 哦 彩票 下回合可以开奖 那我们下回合再来 出现了父母新的期望了 重点高中达标 宝贝闺女啊 怎样是考上重点高中啊 搬着脚就踏进了大学校门啊 啊 没事 少了几分 咱们就去缴赞助费 不怕 奶奶说话了 当初听我的 生儿子就没那么多事啊 不听老人言 只亏在眼前呢 哎呀妈呀 儿子之前已经生过了 他已经结婚去了 妈 你是不是忘记了呀 哎呀 又一个事件 啊 我这当爹的也要看看啊 哎呦 又是你这个朱玉民啊 拜托 作业记我抄下 我忘记了 大闹的墓尺难忘 不行 自己的作业自己做 哼 智商加一百 好感度降低哦 哇 我这样的话 我怕我女儿嫁不出去 你知道吗 重点高中 智商要到达五千 哇 这能到达吗 八个回合要达到五千 不可能吧 这也太难了 OK 我们继续商店啊 商店应该是 多少 三等价 三等价 哦 一百块啊 一百块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 跟马云学说话可以买了 现在学习技能说服 然后父母的那个 已经可以完成了 是吧 我不是已经买了 跟马云学说话吗 为什么这边没有说服啊 哦 在这里啊 七百九十三的技能 这也太高了吧 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亏 早知道我不搞这个东西了 花了我一百块零用钱呢 那我还不如直接买彩票呢 我真的是 成长的尴尬 有个女生发育的比较好 结果体育课跑步时候 被同学们指指点点 你们看这幅图 我就知道了 是什么地方发育的比较好了 你有相似的经历吗 没有 我是男的 清晨的时候 妈妈 怎么了 闺女啊 火急火了的 这床单 有血 我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了 没事啊 女孩子啊 到了这个年纪啊 都会这样 这是你长大的标志 这叫月基因 以后每个月都会来 妈妈先给你这个卫生店啊 我先教你怎么用 以后每个月 你就店一个这个好了 妈妈教女儿怎么店卫生店 这怎么教 这 我这个画面不敢想象啊 有一个抉择啊 下午放学 你跟一个男同学一起走的事情 被你妈妈撞见了 她回家质问你俩的关系 首先第三个啊 你看错了吧 这个就不要选了 都已经被撞见了 你这样狡辩就没意思了 如果说以正常的女孩子来讲的话呢 不可能会说第一个吧 我们处对象嘛 那不可能吧 我觉得还是第二个比较好一点 比较安全 双路碰到哪儿而已啊 父母半信半疑 但最后也相信了你 智商加了两百 智商加了两百 那也就是说是真的处对象了 又有一个事件了 是谁呢 又是你朱玉明这小子 下周有个独立游戏 你想要一起去吗 我觉得还是朱玉明比较好啊 之前那个江涵波太高冷了 可以啊 可以啊 一起去啊 哎呀怎么办啊 我彩票买上瘾了 怎么办啊 我们要不再买一个彩票 再买一个 嘿嘿嘿 哎呀希望能一等奖啊 好的 商店了啊 我来看一下啊 中几等奖 哪三等奖啊 一百块钱 一百块一百块吧 一百块的话呢 这样子啊 我再买 嘿嘿嘿 什么时候能获得一等奖的话 那就哇 发财了 朱玉明说 我我最崇拜的人就是啊 比尔盖茨了 那你是想要成为程序员吗 啊不是 我想成为游戏制作人啊 哈哈 我只有这么个想法而已 妈妈似乎没有发现我出门 但是爸爸发现了 我发现了 同学默契 每次课间和几个同学一起结伴上厕所 已经成了你们的默契 好像真的是这样子的啊 我记得就是每次下课的时候啊 有一个女生呢 会问另一个女生 嘿 你想不想上厕所 我们一起去啊 然后呢 会有很多人一起去上厕所 哈哈 好像确实是这样子的啊 你有相似的经历吗 虽然说我是男的 但是我看到过 那我就说有好了啊 哇有这么多人 今天体育老师有事 这节讲卷子 哎 就是了一片 哀声叹气 初三了 同学们 你们现在不努力 以后等着后悔吧 考上高中 和去指高完全两样 有的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了 以后不要发出这种声音啊 每个人浪费一分钟 一节课就没了 哇 三个期望啊 我这个 她压力好大哟 这个女儿啊 这么多期望的呀 哎呀 最激动人心的开奖时候到了 四等奖 四等奖四十块钱啊 好吧 我再购买 哎 每一把呢 都购买一下啊 万一中了呢 是吧 好了 开奖了啊 啊 又是一个新的回合了 现在要开奖了 几等奖啊 四等奖 怎么又四等奖啊 哎呀 朱一鸣说 这次我偷偷出来上网 你可千万别声张啊 嗯 我又不傻 现在家长装上网 就像抓贼一样 被撞住了难免逊一顿 那就好 那我们开始吧 哦 我女儿居然跟朱一鸣这小子 居然去外面偷偷上网 我觉得重点高中达标啊 这个期望啊 我可能是达不到了 还有三个回合 至少要到5000 啊 这个不行 这个太难了 连体姐妹 关系好的女生之间 连去厕所都是手拉手一起走 你看你看这边图 去厕所吗 走 之前我讲过的 那个女生都喜欢结伴去厕所 对不对 虽然说我是男的 但是我看到过 我就当做有相似的经历 妈妈说 闺女啊 你用没口红了 没有啊 整天弄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这时间都能做到题了 又有一个事件 又是你这朱玉铭这小子 这个小视频看着挺合适你的 送给你了 这个朱玉铭心怀不轨啊 好吧 那我就收下了 我替我女儿收下了啊 上高中咯 我女儿上高中咯 哇哦 哇哦 挺挺欲力了耶 你们看我女儿 我的天哪 我女儿怎么长得这么好看了呀 真不知道以后会便宜哪个臭小子啊 我要去新的高中了 毕竟是自己考上了学校 要去比一比了 不知道有没有好看的小哥哥来学校呢 这想什么呢啊 啊 不该多想这些的 快知道了 中考了啊 有人说中考是高考的预言 是人生中的小转折点 你觉得大人们除了分数什么都不关心 同学们现在是高中了啊 怎么高中了还是你这个班主任呢 高中了啊 别整天给我吊儿郎当的 考不上大学有你哭的 哇我女儿怎么穿得这么暴露的呀 哇你看这个洁白光滑的大腿 哇塞 嗯 鬼夫是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呀 诶这是什么 哇 这还能放音乐的呀 好了 现在于小花啊 就是我的女儿 现在已经上高中了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暂时告一段落了啊 不知道我的女儿以后会成长成什么样子呢 咱们下次拭目以待吧 OK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说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猛龙视频点赞 转发以及分享出去 我是芷玉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